好 我們直接開始這個講座好嗎 我們今天的講題就是 發燒能夠令人更健康 就延續上星期繼續講的資料 首先談論一下究竟發燒是否危險 首先看看歷史上不同時期對發燒的看法 在過去二千多年以來的醫學紀錄裏 大部份的醫生都認為發燒是一種 天然消除身體裏毒素的最佳方法 事實上今日香港人文化消息變這種奇怪觀念 其實就是由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才出現 隨著對抗療法的興起 你們俗稱叫西伊 隨著西伊的興起 這個自古被認為是有益和樂觀的生理現象 一下子就被西伊說到好像惡魔一樣 而有趣的就是 近代的研究又反迫歸真了 重新以近代精細的實驗方法 去證明自古以來 性言經驗的看法才是對的 發燒的確能夠令人更健康 是身體治癒過程之中一個不可滑缺的部分 換句話說 任何一個人如果需要真正康復的話 不多不少都會經歷一些發燒 尤其是小朋友 今天我們不如先看看歷史上不同時期對發燒的看法 我們由歷史一六角度五代 這位石像是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哈拉底 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哈拉底 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已經講過 如果我能夠製造發燒或者引起發燒 那我就能夠治好這個世界任何的疾病 那可以看到古希臘醫學之中 發燒的地位是受到尊崇的 在臨床觀察之中 一直是被視為身體向好的一種現象 是可以清除身體內的毒素 以及加快身體回復的能力 所以有時我們有些意外 我們會發燒 其實就是為了加快那個傷口的復原 當然被西方說到你已經受到感染了 OK? 當然受到感染身體一樣會發燒 目的就是清除感染 而不是因為 OK? 調轉 問題是這樣 在希波哈拉底 留給學生的最後的隔年裡面 他就更加清楚地寫出 是這樣說的 如果連火 希臘醫學裡面指的發燒 連火都不能夠醫好那個病人的話 那就表示它是不可被治癒的了 這個現象 我們來不中都會在一些很抹奇癌症的病人身上 是見得到的 有些病人是沒有辦法發燒了 有些是發到燒 但是都對身體沒有什麼幫助 那就是身體盡力了 都已經是退不了了 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發燒對身體這個有益的一個簡單易見的現象 一直都是醫學上面的一種常識來的 那只要是稍為有經驗的醫生 又或者甚至只是細心的媽媽 OK? 都一定可以觀察得到發燒對身體的好處 好了 但是這個基本的醫學常識 就從公元前年 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之前 一直都沒有被人質疑過 好了 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法國有一位生理學家 叫做克隆德 就是這位 和德國當時的一位病理學家 魏爾蕭等等的人士 就是這些人士 就是當時對抗療法 即西伊在當代的代表人物 他們就以一些粗陋的實驗 就推翻了發燒的益處 就開始了要退消 和對抗發燒的年代 那克隆德 就曾經被當時 哈佛大學科學歷史學家 就譽為是世界上 其中一位最偉大的科學家 是不是很難答 他在實驗中 他就以人工的方式 將一隻動物 例如狗 體溫升高十至二十度 一段時間 之後就發現動物的細胞組織出現了損壞 於是他就下了結論 就說發燒是令身體組織損壞的 不過我想大家猜猜 你猜猜他用什麼方法 令動物升高體溫 這樣說 一般人都不會知道的 西伊也不會去考究的 但是我相信 反對動物實驗的人士 對於這段歷史就不會陌生的 因為以下我講的那段歷史 就是 什麼年代開始 人們會對動物這麼殘忍的呢 就是由這位人士開始的 那由什麼 由什麼時候開始 人們覺得 是需要反對 明白嗎 動物實驗呢 也是由這位人士的家人開始的 你了解一下吧 黑奴德 黑奴德 法立德 在進行實驗的時候 並不是找一些 發燒的動物做觀察 也都不是去想辦法 令到這隻動物發燒 而是他把這隻狗 除了他的頭部之外 整個身體放入 特別設計的焗爐之中 敲狗 是呀 就不簡單 而他最令人 認為他不可思議的 就是 是很難找過這樣的焗爐的 所以他是自己 設計一個焗爐 明白嗎 那個焗爐 只是能夠令到隻狗 突出來 他特別是為了敲狗 當然你可以說他是很新穎 但有些人覺得他很變態 OK 很明顯 這個實驗的情況 根本就和人體發燒的情況 是完全不同的 發燒裡面 當我們身體要發燒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面 複雜的化學和生理作用 即是產生的 OK 用個爐去烤狗 絕對是風馬牛不相及 再者 將實驗裡面的高溫 和長烤局時間 就和這個生理發燒比較 實在是無稽之至 不是簡單 好了 那你可能會覺得 有沒有那麼無稽 西醫怎會這樣相信 因為實在太無稽了 所以現在 有些不熟悉醫療歷史的人 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 即不願意接受事實的情況之下 竟然懷疑這段歷史的真確性 我相信在在可能有些朋友 都在懷疑著 OK 如果你懂得法文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克奴德伯立德 他自己寫的原著 就是這份文 OK 如果你不空抄 你現在可以拿手機拍下它 你自己回去找來看看 歡迎 OK 你知道西洋有多荒謬 OK OK 我不用質疑的 明白嗎 有文獻的嘛 好嗎 不過這份文獻是法文的 不要緊要不要緊要 OK 我預計你不懂得看 OK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好了 這份文獻是 這份文獻是原文 它自己寫的 OK 可以了嗎 好了 如果你不懂得法文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英文著作 作者呢 都將這份法文研究的方法 是翻譯了的 那就是 這個 書名叫 《亦做無辜的屠殺》 那大家可以 這一份 不用這麼快拍 還有下面這一份 OK 就是 《解剖刀與蝴蝶 動物研究與動物實驗之矛盾》 就是這本書 如果你差不多可以拍了它 你可以自己找來看看 這些是英文的 OK 那你看一下當時 那些實驗有多無契 OK 不過不好意思 沒有中文翻譯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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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繼續了 好了 這些書 都是反對動物實驗的著作 事實上 這個字的意思 就是活體手術的意思 你知道它鼓勵什麼呢 它鼓勵是生湯隻動物來研究 它不是 老實講 你現在有時候 拿些動物去解剖 你還是先焗魂它 OK 它 它所寫的著作寫明是 它沒有焗魂的動物 它覺得是一定要 就這樣綁起動物 生湯隻動物 才能夠真正找到研究的東西 理解不理解 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 OK 是非常殘忍的 OK 生湯動物的始創人 就是克隆德 巴勒德 就是它 又是由它開始 對那些動物 又進行一些殘忍的實驗 直至今時今日 OK 諷刺的就是 當代反對活體實驗的活躍領袖 明白嗎 Fanny Martin 原來就是克隆德 巴勒德的老婆 她老婆覺得她太變態 OK 她太太和她兩個女兒都認為她是變態 OK 因為她設計實驗時的方法太過變態 令到她的妻子和兩個女兒極之反感 一直關係惡劣之餘 最終在1869年離婚 你查得回 離婚的理由就是她太變態 OK 而Fanny和她的兩個女兒之後 一直致力反對活體實驗這種行動 OK 認為這種活體實驗 不能夠真實反映人體狀況 是沒有必要的殘暴屠殺 清楚 你問了嗎 OK 不過 雖然實驗無稽 但是 在藥廠推波助瀾 和一般人只是盲目相信宣傳 不會去深入詢問實驗仔細方法的情況之下 發燒很危險 這個概念 就開始興起了 而退燒的各種藥物 也都大行其道 只要藥廠幫一幫 很多東西都很順利 而當時西方的現代醫學之父 威廉布斯林 就把發燒的危險文化推到頂峰 我查查過 這位所謂被當時稱為現代醫學之父的人 他做了什麼 對醫學界這麼偉大呢 這樣說 其實他沒有做什麼的 他對醫學界最偉大的做法 我想現在有很多醫生知道都會罵他 就是去到醫學最大的貢獻 就是創立住院醫生的實習制度 即是由一個由小量資深醫生 明白嗎 跟著帶著較多的高級醫生 再帶著較多年輕醫生 和實習醫生 和醫學生組成的金字塔團隊 這樣帶來的 而且醫療工作者 長時間 36小時 住院的文化 也是由他的年代開始 是他提倡的 所以今時今日 我們在醫院裏 有時這麼容易出現這個醫療失誤 不管是因為醫生 36小時沒有睡覺 不停地做 你老實說一句 你覺得是沒有問題嗎 但因為他做了一個這麼偉大的制度 明白嗎 所以他被稱為現代醫學之父 是沒有搞笑 OK 就是這樣 就是這位 OK 就是這樣 好了 但是他實際 他真的被藥廠推動成為現代醫學之父 其實就反而不是這個 是因為他講了一句很正的說話 就是 他就跟古希臘醫學之父大唱反調 他講出有關發燒的著名金句 他說人類有三大敵人 就是發燒、饑荒和戰爭 不是說 而當中 遠遠比其他兩者恐怖的 就是發燒 他當時說發燒是死亡最多人的 你覺得呢 OK 就不簡單 那 因為他這番說話 令到 推銷藥 買到今時今日 就不簡單 那藥廠有什麼辦法 因為他不專稱是現代醫學之父 其實就是他做老爸 就是這樣 OK 所以一切都是錢 那這一種對發燒的奇怪曲解 就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終於有一些改變了 生物學家馬修普魯格 就是以動物又做了一些實驗 他把細菌注射入蜥液之中 那因為蜥液是屬於冷血動物 所以蜥液是不懂得自我調控體溫的 那馬修就把半數的蜥液 就放在一個比較高溫的地方 就是華氏104度 另外一半的蜥液就放在低一點的室溫 就是華氏93.2度 結果發現 較高溫溫的組別的蜥液 存活率高出很多 而之後他再以不同的溫度 和不同的動物做實驗 結果都是一樣的 他拿著鳥仔 狗 貓 魚 結果都是一樣的 這個實驗表示 體溫的升高 是有助身體對抗細菌的入侵 整體免疫功能都會提升 美國進化論的生物學家 佐治維尼斯 曾經批評過對抗療法 批評西伊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 生物適應力的概念 比所謂正常狀態的概念 合理得多 他指出西伊 就是對抗療法 只是嘗試將感染的症狀消除 只是想將身體的狀態回復到正常 但是就不好好考慮這些症狀出現的原因 亦都不去了解症狀所帶來的適應力 和應變能力 他這樣說 他說要回復健康 就要靠我們進化出來的防禦系統 發燒是其中之一 健康的生物有適應疾病的能力 因為體溫升高 是有效提高免疫功能 是身體應付疾病的一種適應方法 所以 對於受感染的病人來說 正常的體溫是危險的 明白嗎各位 OK 很坦白說一句 如果我們用進化論的角度看 生物一路進化 由冷血動物 一路進化到溫血 一路進化到有暴雨淚 一路進化到我們有人類 數千萬年以來 發燒都是沒有被淘汰的 明白嗎 那你可以看到 OK 發燒的確有它的存在必要性 如果以進化的角度來計 好的就留下 對不對 壞的就退走 那麼發燒一路都是 存在在各種生物之間 一種能夠提升我們身體免疫力 和提升生物力的東西 是不應該硬硬把它壓低和抑制的 所以 由二十世紀開始 醫學界也開始 越來越多人質疑退燒藥的效用了 更加擔心它更危險性 而且 1918年西班牙流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 跌去了二千萬條性命 就引起全球的恐慌 但是根據統計 在那一次爆發的西班牙流感 如果用順細療法治理的病人 就只有1-5%的死亡率 就遠遠比當時的西醫15-24%為低 而且大部分的順細療法病人 都是傳統西醫已經放棄了的病人 所以你看到自古以來的順細療法都比較命苦 通常是拾了西醫說不治的 我們才拿去治療 一開始就沒有那麼順細療法 我們坦白說一句 有其他地方的統計就發現 在不同的疫症裏面 有些直接一感染的時候 就用順細療法來治療法 死亡率是0.幾% 而這些1-5%是拾他們已經說不得的 就能治療法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西醫說不治的 其實有95-99%是治療法的 所以不要那麼快 西醫說你死定不必避 真的 我真的沒有介意 我經常接觸一些癌症病人 他們找我們來診症的時候 都經常說西醫說我只剩下3個月 不知道個個都說3個月 你有沒有聽過 個個都說3個月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很笑問病人 那你信不信呢 病人說我都不知道怎樣 我會問你這個問題 如果以後有西醫跟你說3個月 那你問他是不是一定準的 是不是 如果那麼準 轉行體相 是不是 算命 這個世界沒有任何醫生 能夠可以肯定這個病是何時死的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1950年代 澳洲的醫院 注入了一種奇怪的疾病 某些病人入院的時候 就只有輕微感冒症狀 但是服用退消藥阿斯巴零之後 就在短時間內惡化 甚至死亡 之後 在1963年 美國北卡州爆發流感 同時有16個病人 發生和上述類似的疾病死亡 在澳洲的德古拉醫生 這班人 就根據病情和解剖結果 首度在澳洲發表 雷氏症候群 1978年 一份加拿大的醫學雜誌 已經提出疑問 以退消藥阿斯巴零來處理 低於華氏104度的發燒 是否符合醫學道德呢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在1980年12月 就指出 根據統計 雷氏症候群的發生 和磁患流感 或者是水痘時 用來退消的阿斯巴零 是有強烈的關係 是真的 幻想雷氏症候群的病童 只是患有上呼吸度感染症狀 或者是感染到水痘 但是在服用阿斯巴零 即是退消藥阿斯巴零之後 就會忽然之間出現劇烈嘔吐 沒有來精神 煩躁不安 嗜碎等症狀 之後呢 就可能會發生意識障礙 呼吸困難 激聯甚至氛圍 嚴重者會在48至72史上死亡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現在阿斯巴零已經很少 就用在這個發燒那裏 幾乎不用了 而且用在這個通血管那裏 現在 明白嗎 所以更多人服食 明白嗎 但是通血管的劑量比錢輕些 明白嗎 所以 會少些發生 但不代表不會發生 明白嗎 明白嗎 好了 2009年 醫學雜誌 臨床傳染病學 裡面就指出 1918年西班牙流感 這麼高的死亡率 好大部分都是來自退消藥阿斯巴零 但是你留意到傳媒 只是報道流感死了這麼多人 他沒有報道流感 中間 明白嗎 用過什麼藥 用過什麼治療 而之後的結果 沒有報道 全部永遠都是這樣 OK 研究學者 統計當年死者的症狀與阿斯巴零 中毒是一致的 事實上 1918年死亡高峰期的時間 正正當年是外科醫生學會 美國軍醫 美國醫學會雜誌 一致推薦所有流感病人 都要服用退消於阿斯巴零之後 開始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看醫學歷史 你根本不知道真相 而且當年阿斯巴零原產藥廠拜爾 大家應該聽過這個藥廠 它的專利期剛剛到了 所以很多不同的藥廠 又擁有阿斯巴零的市場 大大增加了阿斯巴零的供應 因此使用量就更加多了 死亡的人數也都應聲 染住增加了 在1985年的時候 著名醫學雜誌刺針已經提出 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不是我們的敵人 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身體復原 可惜 因為對抗療法的醫生 他們要清除病人不適的症狀 免得跟病人解釋太多 因為真的不願意跟病人解釋太多 所以他們就先做了 還要安撫家長對消壞腦的恐懼 其實發燒會不會消壞腦 一會兒我們會講 更加要遵循前輩 明明一向常規的做法 於是 雖然明明知道退消藥無助病患 但是大致深切治療病房 淹淹一息的病人 小致傷風感冒的小孩子 處方退消藥 仍然是一個對付發燒的指定動作 事實上 近年來 越來越多不同的研究 都指出發燒對病人復原是有正面幫助的 而且壓抑發燒 是會對病人有負面影響的 研究是多方面的 包括重新認識免疫系統 對付感染時的運作 又去了解細菌在不同溫度之下的 活躍情況 再去研究危殆病人的生理反應等等 同時很多方面的數據 都質疑退消藥預防發燒抽筋的效用 聽過你說發燒 你吃了退消藥防止抽筋 其實沒什麼用 所以醫學界對發燒的觀念 開始就回到二千年前的氣點了 最終以最精細的實驗 以及一百多年來病人的性命 死了 可以叫上億人 OK 足之證明了一個二千多年前 人類只需要細心觀察 病人就能夠發現的常識了 很簡單 OK 好了 大家明明這裡的歷史資料 有沒有問題要問 如果沒有我們就講另一個話題 OK 有個問 一會兒你不明白 一會兒越來越不明白 然後又說一會兒不記得 OK OK 我開始了 好了 發燒的生理目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身體 我們要發燒呢 這樣說 體溫 比正常 我們的體溫比正常 會升高 華視一度 那麼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率 就會加快7% 不論是溫血的 還是冷血的動物 面對感染的時候 同樣都是以升高體溫這個方法 去令身體得以復原的 大部分科學家都同意 如果發燒沒有它的生理功效 那就在進化過程中 這種生理反應早就已經退化消失了 同意嗎各位 明白嗎 所以 在這個進化的角度來講 發燒是根本有存在的必要 OK 但當然 還有可能有些朋友 好像我們上一次 有些朋友是 信神學的 他不相信信化論的 我們都可以講得通的 大家應該明白 如果你相信神做人 神的智慧一定是給西醫好 因為神是不用做手術的 明白 他一定給西醫好的 我相信神是不會製造一些人類出來 是需要西醫修正的 大家理解 所以無論是進化論 生理學 或者是神學角度講 西醫要壓抑發燒 都是比較奇怪的 OK 好了 那麼 發燒可以引起身體什麼的化學和生理作用呢 這是為什麼 人體的體溫 是由位於下士休前頁的體溫調節中枢來調整的 一般維持在攝氏36.5至37.7度之間 其實不一定是爆笑 OK 但是人類作為溫血動物 具有調節和維持身體中心溫度的生理機制 人體裡面免疫細胞所分泌出來的致熱物質 例如細胞激素 抗原抗體的免疫複合物 補體 類固醇賀爾蒙等等 都可以直接刺激血液裡面的單核球 巨細細胞或者內皮細胞 就產生致熱源而致熱的 可以致熱的細胞激素 就包括白細胞介素1 和肝療素α 這集可能有些朋友陌生一點 不過劇情雖然我們都要講個講 這些致熱細胞激素 可以刺激下士休調溫中心 而提高下士休的控溫點 同時也會刺激周邊組織 而產生肌肉或者關節疼痛的症狀 也都會影響腸胃減慢它的餘動速度 所以為什麼有時發燒層沒有胃口 和吃了東西會吐呢 原因是因為腸胃的餘動速度減慢了 所以希望要奉勸各位 如果發燒沒有胃口 就不好吃東西 OK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會益了那些入侵者 那些已經益死了入侵者 所以尤其是小朋友 很多父母 見到他發燒了 他整半天沒有吃東西 用什麼餓壞 他就琴琴琴給他吃 我們很多臨床 真的很多很多臨床 已經證明了 那小朋友根本 沒有說還沒退燒 剛剛退燒沒有多久 就馬上吃東西 很快就燒回 而且溫度還比之前更高 那你就很奇怪 為什麼不退燒 但你又從來不想 為什麼你給了什麼他吃 吃東西而已 有時有些東西 都要適當的時候吃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對身體都沒有問題 希望今天大家 都能夠謹記這件事 OK 真的嗎 可以嗎 明白嗎 待會我們會講 應該怎樣處理 我們後來會講 怎樣處理 程序 好了 所以 細胞激素 就是造成發燒的時候 產生全身酸痛 沒有力 吃肉不佳 是誰的原因 所以有這樣的症狀 其實身體 對抗外來東西 或者對抗感染 或者要加快復原的時候 必然會產生的症狀 你那時候做什麼 又吃 對嗎 而不是吃藥物去壓制它 然後繼續去做事 其實這樣對身體是沒有的 當體溫調節中樞 因此調高了溫度 而身體又未達到目標溫度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就會出現發冷戰鬥 有無管動起的反應 令到身體的溫度可以提升 大家理解嗎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些 初初未來都是發冷戰鬥 原因是因為 我們身體假設把溫度調升到40 但你身體的溫度又未達到40 這樣的話 在那段差距之間 你便會發冷了 行不行 那一路發到什麼時候 發到40度為止 即是如果它設定溫度是40度 你便會去到40度為止 行不行 好 那去到40度的時候 身體就會工作 行不行 那如果他要工作一天 明白嗎 那你便會維持40度的溫度一天 OK 好 當發燒工作完成了 體溫調節中樞 就會調低至原來的溫度 於是身體就會開始出汗和散熱 那所以呢 如果一天之後 完成了 即是我們身體完成了工作 那接下來 它就會出汗和散熱 大家理解嗎 OK 即是我們經常遇到的 經歷過的東西 有時候 現在說明了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說 如果假設身體要做三天工作 那你便會維持高溫度三天 行不行 OK 那之後呢 之後呢 完成了它就會出汗了 散熱了 身體就是這樣 OK 在發燒期間 白血球的活動 比平常的時候加強 而且 白血球運送的速度加快 以對付入侵的細菌 而天能包細胞 就會隨著體溫的升高 加快進入受感染的部位 抗體的數量就會增加二十倍 細胞激素會因為發燒而作出相應的調控 協助征服感染之餘 不會傷害自身細胞 這是一種自我調控來的 蛋白質的代謝也會因此作出調整 多些製造急性使用的蛋白質分子 以供應身體應用 所以呢 在發燒之後呢 人是瘦一點的 這個原因因為呢 我們到時當我們發燒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那個 致熱激素 就是那個致熱 是會將我們的肌肉 很多的蛋白質拆下來 就用來改良 用來供應 軍備和軍需 行不行 OK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你千萬不要以為 發燒可以 用來當作減肥的功能 這個不是 是它的基理是這樣的 OK 行嗎 大家理解 再者 高溫可以令到細菌病毒的 生長速度減慢 絕大部分的微生物 都不能夠在高體溫的情況之下 很好繁衍的 例如 小炎麻痺症病毒 在華氏98.6度的 生長速度 是比在華氏1804度的時候 它就高出250個月 所以其實 當我們感染的時候 身體升高溫度 其實就不讓它們 明白嗎 大量繁衍而已 所以如果你只是壓抑發燒 又不能夠幫助身體 真正處理那些問題 這樣才會造成一個長遠的問題 OK 好了 在1927年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 朱利葉斯·亞加納 就是這位 OK 就是以引起發燒而得獎 當年獲得獎 他在1917年研究以藥原蟲接種 來治療抹皮霧毒引起的麻痺性痴癌 藥原蟲在病人身上引起了藥疾發燒 高溫達到華氏104度 結果有部分的霧毒病人 在發燒之後從絕症入面康復過來 先講講 梅毒是有三期的 現在西醫所謂叫做醫到梅毒 其實都是醫到第一期 其實去到第三期 根本都是醫不到的 以現代西醫的技術是醫不到的 而如果梅毒引起的麻痺性痴癌 就是第三期 即是從那時候到現在都是絕症 在西醫的服務 但是這位研究者 就將那些藥原蟲 即是Millaria 打入那群病人身上 結果有部份的病人引致高消 去到華氏104度 他說得很清楚 有部份梅毒病人在發燒之後 從絕症入面康復過來 這個怎樣解釋呢 如果 你吵這個 我們先了解 有部份可以 那即是有部份是不行的 對不對 但是 有部份可以 以前是死掉的 明白嗎 但是有部份可以 那為什麼會做得到這樣呢 其實如果現代 即使是有一陣這樣的梅毒病 其實比西醫都全部都會死掉 但是為什麼會有部份可以呢 根據信世療法的原則 相似者能治癒 就是Lat-Q-slat 明白嗎 即是換句話說 即是說在這堆梅毒的麻痺性痴癌 這一堆病人裡面 有一大堆病人 或者有一部份病人 它就是Millaria 這個麻痺性痴癌 OK 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明白我現在說的什麼的話 是正常的 OK 但是 我現在是跟我們的學生溝通 如果你的學生不明白我說什麼 它就不正常了 OK 就是 就是一個Millaria的麻痺性痴癌 所以呢 它打下去的時候 就令到Millaria的那幫病人 就產生這樣的狀態 OK 所以它是符合相似者能治癒的道理 OK 這個是沒有任何治癒的 所以它有部份是不行的 因為有部份不是Millaria的病 那麼不相似者就不能治癒了 大家要這樣走 不是這樣 OK 我盡量講得簡單一點 好了 所以 自此之後 就有人開始研究高溫治療 對不對 OK 用來處理麻痺癌症等等 麻痺病人的癒陽 一般都在鼻尖 紫尖等等 體溫比較低的部位 而發燒是可以令到傷口復原加快 那麼 這個情況就同樣適用於燒傷 和外傷等等的傷口 不過這樣 高溫治療 即是現在都有高溫療法 但是事實上來說 效果不太理想 為什麼 因為都是那句 你體外高溫 和身體真是自己本身的發燒 是兩馬子的事 只不過是它能夠令到你高溫一點 就是這樣簡單 OK 其實高溫治療的家裡也有道理 熱水也可以 浸一下 明白嗎 OK 那麼 這裡明白嗎 有沒有其他問題要問 沒有的 OK 那我們繼續說一下 下一步 就是發燒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情況 我講到這裡就對了 OK 繼續 小朋友 小朋友一般都比成年人 比較多發燒和容易發燒 這個是因為小朋友的免疫系統 沒有成年人那麼強壯 那麼強壯 所以更加需要 是以用發燒來增強免疫力 發燒其實是小朋友的成長過程 是同時增強免疫力的 如果你細心留意小朋友 他每一次是完整地發燒 即是不經過壓抑 完整地發燒 OK 那小朋友呢 你都會發現他 老人家說發骨折 長高 還有他會開竅 他會聰明一點 好了 真的嗎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有些人說你這麼大 你沒有發過燒 隨著年齡的增長 每一次的發燒 事實上呢 都可以令到他的免疫系統 更加趨向成熟 我們講成熟 OK 不要只講強 OK 因為這個世界呢 過光則節 太強的都不是好的 什麼叫成熟呢 成熟意思就是不容易過敏 過敏的原因呢 就是 譬如我們現在有鼻敏感 皮膚敏感 腸胃敏感 又酵喘又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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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這麼容易敏感 是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 不成熟 就是對不應該作出攻擊的東西 我們都作出攻擊 我們就有敏感 這個就不成熟了 行不行 OK 一個人這樣 他有時候不需要發脾氣 他就扔提扔走 動動動動動動 這樣就不成熟 同一道理 明白嗎 就是一樣 但我只不過在免疫系統上 明白嗎 OK 我這個純粹講會 就叫部影射成份 如果有類同實屬慘情 OK 就是這樣 我想告訴你 有什麼情況 就變成不成熟 成熟的免疫系統就是 只會對應該抗衡的東西 產生反應 不應該抗衡的東西 不應該反應 大家理解嗎 所以發燒 是能夠令到我們趨向 令到免疫系統成熟 所以成熟得來 我免疫系統又好 但又不會敏感 這樣才叫成熟的免疫系統 可以嗎 OK 那你現在看到 越來越多人敏感 你看到西醫的做法 根本就令到我們的免疫系統 越來越不成熟 越來越多 小朋友成年人的免疫系統 都不成熟 明白嗎 所有發燒的情況 亦都應該諮詢 順勢療法醫生 Homeopath的意見 OK 是的 我們有我們的專稱 Homeopath 這個字詞 你可以查這個字典 例如香港常用的牛津字典 如果你家裏有第六版 845頁 如果第七版新版 就是980頁 你找到 它裏面真的只有一個解釋 叫順勢療法醫生 順勢療法醫生 是一個字詞 不是拆開兩個字詞 OK 所以我們不是叫 Dr.Math Dr.Math 我們不是做那些 我們喜歡做Homeopath 是很聽見的 很優雅 OK 就是這樣 我們不是叫你發燒不理 回家後 不是 而是你 明白嗎 應該是諮詢順勢療法醫生 很簡單 因為我們不是壓抑 尤其是什麼 尤其以下這些情況 就是一 初生嬰的發燒 那些嬰兒初生嬰的發燒 有很多原因 譬如黃毯都會發燒 媽媽不夠奶 他都可能會發燒 OK 很多因素 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況 他發燒 你就應該去諮詢 明白嗎 專業人士 行不行 就不是找壓抑 或者是不知所措 不是這樣 第二 就是沒有原因的高消 發高消 但是找不到原因 又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你這些要諮詢的 明白嗎 除非你知道 就是這樣 好了 第三 就是什麼呢 發燒燒至神至不清 或者外製 行不行 OK 記住 發燒燒至神至不清 或者外製 看到我們沒有寫高燒 燒至神至不清外製 不一定是高燒 燒至神至不清 很多時候 我們發燒的時候 我們被錯誤的教育 經常看溫度 是吧 信西條法教我們看 就不要只看溫度 還要看回 發燒那個人 他本身是一個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 他本身當時那個 整個人的狀態 如果有一個小朋友 他假設燒到104 105 但是他仍然非常活躍 又玩得 明白嗎 你其實不用很害怕 但是如果有一個 剛剛101 但是他嘔嘔鬥鬥 看著他爸爸 都不認得他 明白嗎 爸爸不認得他爸爸 那些你反而需要擔心 就是這樣說 可以嗎 所以你要看整個人的狀態 不要單單看溫度 單單看溫度 就是片面斷症 整個人的觀察 才是整體觀察 這樣才能夠看到 整個人的病狀 好 可以嗎 OK 好了 第四 發燒沒有因為 順勢療法的療質而退消 這樣就要了 譬如我們有些 同學生 我們都 譬如我們有個 家居護理的課程 是會教你很多 處理你家常見的問題 包括他發燒 感冒 很多很多 那些是你喜歡 可以了解一下 明白嗎 那好了 但是呢 如果 喂 你自問都說 我開出了順勢療法的療質 明白嗎 但我發覺他都不退消 那你就應該去 明白嗎 諮詢 順勢療法醫生 可以問一下我們 明白嗎 那我們再去了解 整體觀察 可以嗎 OK 因為有時呢 發燒呢 要去觀察一下 了解一下病人的情況 那這些是要了解 可以嗎 好了 那 講了 你什麼時候要諮詢我們 另外講一下 發燒的特殊情況 燒壞腦 很多父母就很擔心 那會燒壞腦的嘛 那是不是 我可以在這裡跟你講得很清楚 其實發燒是不會燒壞腦的 因為如果你聽到這裏 你應該了解 發燒是自古以來 我們進化的一個 其中一個部分 OK 那 是用來幫助我們呢 恢復我們的免疫力 和強化免疫力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它又怎會令到我們燒壞腦呢 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個問題 就是 很多家長 擔心的都是會發燒會燒壞腦 不過事實上 即使是實驗裡面 高溫的情況之下 都需要達到106度的華視 而且要持續一段長的時間 才有可能可以做到燒壞腦這個效果 在現實生活裡面 103至104的華視 已經是 不是太常見的高消 其實這些高消 通常來說 小朋友比較多 會高到106度華視的情況 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實在十分可見 我這麼久以前都見過一個 不過那一個是因為小朋友 爸爸實在太愛惜那個小朋友 幫他焗壞 7月就發燒 他爸爸就幫他整件乳絨 再包了一條皮 他根本包到那個小朋友 有什麼形容呢 通常睡在那裡 你包到那個口 他根本包到可以凍在那裡 你明白嗎 一塊好像 不是的 那些太卷 你明白嗎 中間就是 你明白嗎 青瓜卷包多浸 那些 那他就是青瓜 明白嗎 OK 差一點瓜 明白嗎 那 包到這麼厚 今天這麼高消 我去到 因為我留意到他 沒有理由 消那麼久 我就去加仿一下他 我說你沒事吧 你包到他這樣 他爸爸說 焗汗 我說對 然後他媽媽 他的太太就罵他 明白嗎 我說對焗汗 但焗了汗 是不是應該脫衣 他脫了 脫了 脫了之後 穿回 那就永遠在焗汗 那你就人做高溫 你明白嗎 那 然後 幫他 清理了那些 不必要的衣物之後 那 其實那個瘦仔已經一早退去笑了 是沒有東西的 很簡單 他焗了幾天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你明白嗎 好像他早就搞出人命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是很罕有的 對嗎 那通常來說 1803 1804以上的溫度 如果你很擔心 順勢的快 有陽性可以處理得很好 一會兒我再講一下 OK 好了 另外 要出現這麼高溫的情況 OK 通常來說可能是嚴重的中暑 對嗎 當然 中暑的外發性高溫 和因應身體狀況 或者感染 而出現的發燒是兩回事 是不可以一起這樣 放在一起討論的 而處理的方法 也都十分之不同 那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那我們今天不是講中暑 我們不是講中暑 但是不是這樣去處理 那有時候你曬得太厲害 喝水不夠 然後你的溫度太高 那其實等於乾了 那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OK 最重要就是 如果你夏天 真的有人跟你搞這個 燒東西吃 你也要小心點 明白嗎 就好像火焰山一樣 明白嗎 注意一下 那 那 消化腦這個問題 大家理解不理解 有什麼問題要問 沒有 沒有 OK 不過你可放心 是 真的不會消化腦的 你放心 我 我這麼多年的臨床 我沒見過人消化腦 OK 好了 另外 還有另一個發燒特殊情況 就是發燒抽筋 聽聽到嗎 有些家長就擔心 發燒是會抽筋的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首先 我們必須知道 這個情況 只會出現在 少於5%的小孩裡面 100個小孩 沒有5個 最多5個 OK 一般還是會 只會出現在 5歲以下的小孩 行不行 所以機會率很低 而且 記住了 發燒抽筋 往往不是因為發燒的溫度 你不要以為 燒得高才會抽筋 不是的 而是溫度轉變的速度 所以呢 過快的加溫 或者是降溫 都有可能出現這個情況 行不行 大家應該知道了 過快的加溫 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但是過快的降溫 就經常可以 只要你吃 退燒藥就可以了 OK 那退燒藥可以預防 發燒抽筋這個說法 更加是已經 一早是被推翻了 所以是沒有的 OK 在醫學的科學研究 已經證明了 退燒藥是不能夠 即是防止 預防 發燒抽筋 只不過現在仍然是 照用的 為什麼呢 在2009年 《疑科學與青少年疾病文獻集》 裡面一個來自日本的研究明確指出 退燒藥沒有辦法預防抽筋 行不行 在這個持續了兩年 包括231個疑科病人的傷盲對照神裡面 231個 病人無論是服用退燒藥 菲利通 佛塔林 普羅芬 都一樣跟安慰劑無疑 絲毫不會減少抽筋的次數或時間 所以是沒有意義的 OK 好了 那雖然 發燒抽筋看上去是可怕的 不過事實上 發燒抽筋 不會令到小朋友老婆受到任何破壞 它不一樣 而且即使不用順序療法治療 一般過了五歲 就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 只要抽筋的時候 將小朋友放在安全的地方 OK 不要讓他撞到其他東西 例如噴傷頭 尤其是噴傷頭 也不要 硬硬塞一些東西 進小朋友的嘴裡 這樣就不會有危險 因為電視經常教我們 塞毛巾 叉 明白嗎 再不適合手指 喂 在做事不行 腳指一隻 其實這樣是絕對危險的 你明白嗎 所以不要塞一些東西 進嘴裡 行不行 我特別強調給你聽 電視一向教我們 行不行 是呀 不用怕 不會咬到舌頭 OK 抽筋之後 一般小朋友都會比較疲勞 最好讓他好一點 側睡 不要養睡 不要 側身 側左邊側 右邊沒有所謂 OK 你可以在後面 枕頭前面 讓他抱著東西就可以了 完全清醒之前 不要飲食 避免 觸到他的氣管 這樣反而麻煩了 OK 明白嗎 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大家理解不理解 行不行 那當然 如果你用純實療法的話 很多都是處理得很好的 另外 這裡我明白嗎 有沒有問題 要問 我想問問 因為退熱鐵 不是急速降溫嗎 聽不到 去熱鐵 不是急速降溫嗎 不好 屬於 我們一會兒都會跟你說 不要用退熱鐵的 OK 一會兒會說 那用火就發生了 更加不好 一會兒都會說 OK 一會兒會說 你放心 這些你這麼關心問題 我全部都安排了 好嗎 OK 沒有了 我們繼續 好嗎 OK 發燒處理方法 現在說了 OK 聽著 第一 避免用酒精 冰袋和退熱鐵降溫 聽了 OK 很清楚 OK 鞋童要避免穿過多衣物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塊 明白嗎 青瓜卷 明白嗎 不要 首先講一下酒精 為什麼不要用酒精擦身呢 其實現在醫學界都不用 西醫都不用了 如果有些西醫仍然跟你說過 你等一整天走 診金不用給 OK 他傻的 為什麼 因為酒精是一種 既溶在水有溶在油的東西 如果你擦下去皮膚 是會完全被皮膚吸收 你知道嗎 OK 那你擦了之後 表面上好像降了溫 但實際上 病人等於酒精中毒 理解不理解 OK 喂 現在國內喝白酒 二窩頭的五十八度 明白嗎 都喝到一些人 你以為我們買到的酒精是七十五度 比任何一瓶你能買得到的酒 更加厲害 你點不著火 你這樣搓下去 它在皮膚滲透 病人就很昏沉 你以為它燒得硬 燒得厲害 其實它可能根本是醉了 或者酒精中毒 所以這個是絕對錯的 行不行 絕對錯的 千萬不要用這個方法 行不行 OK 第二 不要用冰袋 千萬不要用冰袋 如果真的要用 應該用一條暖的毛巾 為什麼不要用冰袋呢 我舉個例子 大家應該聽過 你在西華 發燒 放它下去 凍水浸 退燒 千萬不要 你應該用熱水 不要用凍水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很簡單 我想大家應該有這樣的經驗 先跟你說一下 其實如果我們經常留意自己生活的細節 用一下老師考 其實你很容易發現西華是錯的 舉個例子 我們冬天 暈冷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喜歡沖熱水涼 沖熱水涼的時候你覺得怎樣 舒服 沖完之後 就開始覺得冷 是不是 為什麼 OK 又反過來 冬天的時候 那些人很勇 沖熱水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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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怎樣 OK 這個就是我們身體 明不明 接受它的第一作用 你就覺得很熱 但是因為身體感受到熱 所以身體跟著產生一個降溫機制 之後你的溫度就會降低 如果反過來你沖過冷水涼 那一刻就會很冷 但是身體要恢復平衡 我們叫Homeostasis 那恢復平衡的話 身體就會產生性運 大家明白嗎 那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越用冷的東西去搞身體 身體就會越是抗衡 OK 那越搞就越差了 所以 不要用冷水應該用熱水 不要用冰袋應該用 你不一定要用暖水袋 整個暖毛板下去 不用 用熱毛巾也可以 或者乳毛巾也可以 行不行 明白嗎 所以你不要用冰袋 有些服務說燒得這麼熱 怎麼燒壞腦 如果你放冰袋下去 身體現在產生抗衡的低溫的時候 豈不是更高之後的燒 明白嗎 OK 行不行 我們要因應身體的哲律去工作 而不是用我們想當然一般的做法 OK 明白嗎 另外還有不要用退熱貼 因為退熱貼裡面根本是加了藥 根本是退燒藥 在皮膚滲進去 所以等於用藥物退燒 其實就是等於退燒藥 所以在這裡是不好的 行不行 OK 有沒有問題 好 至於不要多著多衣物 我剛才說了 焗汗是好的 但你焗完汗你也要給它 射走一些衣物才行 你不停地焗 焗到燒肌糞 那就不正常 行不行 明白了嗎 OK 清楚了嗎 第二 要喝大量熱水 所以 因為發燒期間 流汗和呼吸期間流失的水分 都會比平常多 那為什麼我們會強調熱水呢 剛才我說了 用熱水 內內外外都是熱的 身體就會慢慢慢慢發到汗 大家都應該有個常識 發到汗就開始退燒了 好 OK 清楚了嗎 繼續 第三 斷食 暫時不好吃東西 謹記 當身體的致熱源 在運行全身 要進行發燒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會自然地長胃 愈動很慢 和避免飲食 沒有胃口的狀況 其實就不希望 我們那時候吃點東西下去 是益了一些微生物 即入侵的微生物 如果你做的事 是應該助長我們的微生物 而不是助長對方 大家理解嗎 所以為什麼吃完之後 又很快燒回來呢 原因就是這樣 OK 然後又吐 更加不好 所以有時候不用怕小朋友 餓了幾天 也不用怕 因為人是有一種自然哲律 就是如果他真的餓的話 他真的會餓的 而是我們覺得他餓 或者是很可憐 可能之後還可以很可憐 OK 好了 你選了 另外還有 聽著 如果病人沒有飢餓的感覺 就可以只是飲用熱水 知道嗎 直接消退 行不行 我們以病人的感覺為衣櫃 不是以做父母 或者做旁觀者的認為為衣櫃 行不行 大家要了解一下 好 OK 好了 還有 如果病人有飢餓的感覺 怎樣 就可以用鮮炸的果汁 飲用 直接退消 記住 不是預先包裝的那些 就是餵他 明白嗎 明白嗎 你那些不是餵他 而是害他 明白嗎 你又鮮炸的 所以家裡買定本炸汁機比較好 行不行 行不行 如果病人喝完鮮炸的果汁 仍然有十分飢餓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吃水果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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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住 我們要做一些 就是盡量 以簡單能夠消化員 行不行 行不行 人家的東西 就不要做一些很複雜的事 因為身體當時是需要大量的能量去抗衡 因為我們的消化 消耗我們身體太多能量 太複雜燒化 我想大家應該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就是 你吃得很飽的時候 你真的很想睡一睡 因為我們消耗了很多能量 這大家應該理解 另外還有 就是 直到燒退了半天之後 如果感觉饥饿的话 就可以开始食用清淡的粥品 我们所谓叫清淡就是不要加油 还有不要加肉类 不要加动物制品去煮 暂时是植物的 你当吃了素粥 你就当它初一十五 都是吃一餐半餐而已 好了 直到完全退销 二十四小时之后 你就可以恢复食固体食物 那你当时或许你吃大餐长 行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等那个时间 不要在太早的时候吃粥呀 吃饭呀 吃鸡腿呀 你很快烧饭 尤其是小朋友 是万事万 不信自己试一下 OK 吃饭了吗 好 他没有胃口就不用喝 给水 不是 通常来说 那我们说到胃奶呢 我们先弄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呢 出完牙呢 就应该停止喝奶 而我们要了解一个BB 究竟是多大 有些现在有些BB 睡多了 还在喝奶 其实我们很建议呢 就是他出牙呢 逐步逐步转换其他食物 减少喝奶的线素 OK 接着呢 还有固体食物 我们现在先讨论 就是他未出牙 即是真的婴儿 那些 如果婴儿呢 基本来说 如果你 就是 养育得好 婴儿其实很少发烧 因为通常来说 小朋友发烧的高峰期 在三四岁 OK 就很少在这么早时间 就这么多发烧 如果这样是不正常的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 我建议 刚才的建议呢 不要自行处理 明明行 你可以咨询 顺势力的医生 那我们会很妥识 去处理那个婴儿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照顾他的话呢 那就是 那个BB 通常发烧呢 我的经验呢 是没有胃口的 你不要说 给奶瓶 给人奶 他都不喝的 不喝的 但是 我很罕见 这些这样的案子 是这样的 知道吗 知道吗 如果是这样 都是给他喝的 但是真的要尽快咨询 就是医生 不要自行处理 那个生父是什么生父呢 记住 如果他未出 周睡之前呢 我就不建议喝果汁了 因为周睡之前的BB 应该只喝奶 行不行 周睡之后呢 就什么果汁都没问题了 周睡之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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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这里 有没有其他问题要问 OK 可以 那你继续吧 这里记不可以的 各位 记得了吧 OK 可以 好了 另外一个 可以给你考虑参考的 就是使用水疗的方法 以帮助发烧完成 拍吧 刚才的要不要拍 不用 这个你可以 因为这个有那么多数目 自己参照 这个是参考的 为什么呢 你记住了 这个一定要家里有浴缸 浸到浴缸 才可以 如果是企缸 就没意义的 你只要淋一下 拿点热水淋一下而已 这个呢 这个呢 我想给大家知道一下 在外国呢 是有 顺势疗法的医院 在顺势疗法的医院里面 都有这些这样的设备 是帮助健康康复者去运用的 但是这些如果我们 在家庭去处理的话 那就要演习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自己试过 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比如 开始的时候的水温 不难控制 就是106度 就是106度 但是30秒之后 要升到110度 真的要演习一下 就是不容易做得到 那个效果的初初 所以你就不要等 发售者才来 通常一 哎呀 明明的 堵死螺蟹 所以呢 所以呢 是啊 OK 所以呢 你最好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演习一下 当你 纯属操作的时候 如对家里有人发烧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情况 OK 那你记住 根据它的 岁数 和浸浴的时间 和温度 照去做 明白 就不多不少就可以了 那些温度和时间要准确 那就是它们的要点 OK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明明大 很简单 有没有问题 要问 没有 那我们继续 好吗 是 是 OK 是啊 20岁或以上 但是当然 你浸热水的时候 你老人家 你要去 留意多一件事 如果 那老人家 它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那些呢 就不要自行处理了 行不行 OK OK了 行 好了 那發燒 究竟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的敌人呢 我想你现在心中有数 好 好 可以令大家 更加了解法少会益存 令大家 更加 欣赏法少 享受法少 真的吗 OK Welcome FIFA 找到 打论 考虑 打到 超